大將志 大爆掛 大家一起來解掛 觀眾朋友 您好 我是周玉琴 2020選戰打到現在 大家想想看 真正的排咖 根本都還沒有上桌 但是你看 藍綠都還沒有推出最後的人選 但是已經是打到荒腔走板了 平常你看那些大咖們 不管是藍的還是綠的 都枉不見王 但是一看有宗教活動 要拜媽祖了 大家都搶著來參加 好像只要能夠與神同行 那就代表說 他們與惡的距離是非常遙遠的 但是政治與惡 你說是零距離 大家想想看 是不是到處充滿很多的 邪惡呢 韓國瑜的身邊通通都是惡 好多的惡 韓黑很多都在恐嚇他 甚至還有威脅家人 包括妻子還有女兒韓濱 結果韓濱他在昨天也發臉書了 他也坦誠 他也會恐懼 他也會害怕 你說叫做爸爸的韓國瑜 他是有多心疼呢 韓黑現在不但是衝著韓國瑜 針對韓國瑜的一家人 甚至還針對韓國瑜想要重用的人來下手 好 等一下呢 我們都會一一的討論 但是現在大家看到我們的畫面的右框 現在韓市長 針對今天這個高雄的陸屏啊 還有甚至這個陸橋的通車 交通方面的問題都要來解決 先來看一下這一期現場 還有我們幾位議員的朋友 我都不一一稱呼啊議員 然後我們里長 各位里長 還有我們所有的工作夥伴 還有本府的所有的同仁 各位新聞界的好朋友 今天呢是我們整個自強路橋拆掉之後啊 全部要通車 我們從4月4號到今天多好 將近一個月的時間 這個速度啊跟效率啊 可以說非常的快 那我們市府團隊 對於整個陸屏計畫 還有拆路橋的計畫 都是照表操客 我們希望提供高雄市民 行的安全 行的舒適 那市府一定會全力以赴 來幫我們高雄市的市民朋友 繼續找到一條 平平安安回家的道路 好不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那麼接下來我們就要進行 我們今天的通車剪彩的儀式 請禮逼人員遞檢 那麼在我們今天的剪彩儀式 正式進行之後 我們的自強路橋拆除通車儀式 即將在交通方面呢 高雄現在呢 這個自強路橋一拆了以後呢 今天看到這個通車 還有剪彩典禮 所以誰說 高雄市長韓國瑜他耽誤市政呢 有關於高雄市的問題 他都在一一的努力解決吧 好 等一下呢 當然他還有一些最新的說法 我們還會回到現場 但是在剛才我們講到了 這個韓市長呢 現在他是希望能夠 讓這個專業的人 來好好的為高雄人打拚 但是呢 首先第一個人就居然被卡住 誰呢 就是原來的土地開發公司總經理 陳建騰 捆工出身 苦學出身 但是呢 這個韓市長覺得他有專業 希望讓他來 但是沒有想到陳建騰呢 他一直被卡 一直被酸 他也不想再捲入政治了 而且他的爸爸媽媽壓力也很大啊 所以他說他想要辭職 那麼未留不成 韓國瑜呢也尊重了他的意見 好 但是呢 如果讓一個有能力的人 無法出來為人民服務 那岂不是也等於是剝奪了高雄人的機會嗎 大家可以想想看 好 另外呢 還有這個假韓粉 假韓粉現在好像也蠻多的 因為有名嘴被批評 為什麼要被批評 被圍剿呢 因為他們質疑 他們挑戰韓國瑜 但是其實大家就理性討論 不好嗎 沒有想到居然 這個假韓粉跑出來 然後讓韓國瑜的敵人越來越多 韓國瑜他也實在忍不住了 在昨天我們也看到 他說出重話 甚至罵這些人是什麼呢 是窩囊陰暗的小憋三 這個也真的是難得看到他又動氣 但是不管再怎麼樣黑 現在你看韓國瑜 他在這個各家的民調當中 他依然還是最高的 再等一下我們節目當中 會帶觀眾朋友來看 兩份最新的民調 這其中還有包括深綠的民調 包括台灣制憲基金會 還有包括的是兩岸政策協會 他們公布出來的這個民調結果 都發現韓國瑜其實是目前 國民黨最有機會勝選的最強戰將 那麼深綠民調當中 我們仔細看了一下 結果也發現說 其實如果不是韓國瑜 是太郭台銘的話 這個政黨傾向比較偏藍的支持者 票的會跑向誰 大家知道嗎 居然會流失跑向柯文哲 所以這個豈不是讓柯文哲會賺到嗎 所以這個郭董 是不是還是仔細再想想看 要不要再專心的投資比較好 現在我們本來以為說 他到美國跑去見總統川普 那是因為川普在挺郭董選總統 結果沒有想到美國白宮 今天有一個最新的聲明說 他們的談話沒有談選總統這件事 所以原來見郭董是因為 聽說他要加碼投資威斯康星州 所以難怪可以見得到川普是這樣嗎 今天節目當中我們都會好好的討論 我先來介紹今天節目當中的幾位來賓 中國時報社長王峰王社長 郁琴 各位朋友大家好 資深媒體的謝寒兵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王子哲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再為大家介紹今天這邊的來賓 從高雄又來了 我們歡迎陳美亞議員 主持人好 大家好 新美食議員唐惠玲 主持人好 大家好 還有台北市議員張思剛 大家好 好 首先我們就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真的讓韓市長 為什麼這麼樣的生氣 因為現在選戰 選到這邊 都還沒有真正的派出這個牌咖門 結果已經是荒槍走板 亂成這樣了 死亡威脅還不夠 還要面對一堆假韓粉 給他衝康 包括什麼 包括假韓粉現在在到處攻擊別人 民緹對他提出質疑 可是這些假韓粉 就馬上上去留言 圍剿 去威脅人家 去恐嚇人家 所以這個韓國瑜非常的生氣 他形容說 這是非常非常小憋三的行為 非常窝囊 陰暗 可憐 太悲哀了 假韓粉真的是不少 之前包括威脅光琴姐 黃光琴的家人 那麼甚至包括李彥秋 唐湘龍 趙少康 他們可能也對於韓國瑜的一些 做法他們有一些質疑 他們有他們的觀點 可是假韓粉出動 群起公之圍剿這些人 讓韓國瑜也忍不住動氣 所以我們看到這邊 我們不禁要問 你這是在幫誰的忙 來 韓冰 幫他自己的忙 很簡單 因為這些人他會想到別人的臉書 上面去留言 甚至用一些威脅恐嚇 然後謾罵的這種言辭的話 他在幫誰的忙 就幫他自己而已 講得好一點 他就是在發洩情緒 講得差一點他可能另有所圖 可能是故意要造成某一種印象 可能要讓人家覺得說 韓國瑜的粉絲就是這樣的人 可能讓人家覺得說 你看支持韓國瑜的 就是一群不理性的人 他自己應該很明顯的 才可以想得出來 如果我們今天在領域上看到 就是某一個人的支持者 都會用這樣的方式 不斷的去對他的競爭對手 去做這樣的攻擊 或是對他的一些敵人 做這樣的攻擊的話 我們很自然而然就會聯想說 原來他的支持者 都是比較不理性 所以我覺得如果假設 你真的是支持韓國瑜的人 你持續還是這樣做 我真的覺得 你根本就是在傷害他 其實我跟你講 有這種心情不只是台灣人 甚至有很多大陸的朋友 說他支持韓國瑜 可是他很生氣 為什麼這些人要去謾罵 謾罵韓國瑜 所以他們覺得 應該要去他臉書留言 去發表他們的意見 我說你發表意見絕對可以 你距離力爭 你要講多長那是你的問題 可是絕對不能恐嚇 絕對不能威脅 絕對不能謾罵 就是這麼簡單而已 你說要去圍剿 如果大家是 每一個人都去他臉書上發 就好像之前邱逸營臉書 被人家塞爆一樣 我覺得那是你的自由 但是絕對不要用攻擊 不要用威脅 不要用恐嚇的方式 就是這樣 就很簡單 所以我覺得韓粉如果覺得 你想要去幫韓國瑜 去講話 去具力爭 我覺得都OK了 沒有人會去阻攔你 我相信韓國瑜要阻攔的 也不是這樣的人 可是我們包括韓國瑜 包括我 包括所有支持韓國瑜 我們最痛恨的是什麼 是打著韓粉的名義去攻擊別人 去傷害別人 假韓粉也來攻擊你 我跟你講多的是 我每天不知道 被多少人攻擊 我已經麻木了 我現在自私的回答就是 加油養家活口不容易 繼續努力 因為你要知道人家 當1450賺這個錢 也是不容易的你知道 所以不要去傷害人家 也只要讓他能夠去賺這個錢 不要去斷人家財路你知道 因為他要攻擊就讓他攻擊 你真的好善良 不是 因為我說真的 我們 因為我新聞出身 所以我被攻擊已經很習慣了 我不會覺得怎麼樣 我有的時候無聊 就會跟他們鬥個口 如果沒事幹的話 我就留言鼓勵這樣子 但是韓國瑜沒有那個 美國時間去搞這種東西 他也不可能為他的政見 所有的意見去辨白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是支持韓國瑜的 韓粉的話 其實你最重要的一件是什麼事情 是去幫他辯護 去幫他的政策還有他的東西 真正的明白的意思去告訴大家 而不是用攻擊的方式 用攻擊是沒有意義的 攻擊來攻擊去 到最後就是嘴炮而已 我相信韓國瑜 為什麼會這麼生氣 是因為這一些 看起來好像是支持韓國瑜 實際上根本在傷害韓國瑜的人 已經造成他非常多的困擾 尤其是像我們的新聞同業 包括燕秋姐 包括光景姐 包括香榮 我覺得這些人 他們的意見也許跟韓國瑜不一樣 我覺得不一樣就不一樣 只有什麼大不了 沒誰規定 我們是個民主多元化的社會 沒有人規定 誰一定要支持誰 你可以跟他意見不一樣 你可以去跟他論理 我覺得都OK 但是如果你去攻擊他 那不好意思 我就很直覺的認為 你就是故意來衝康 我覺得我很直覺 就是這樣認為 因為你們都知道 現在你只要在那邊一留言 馬上就會有人幫你截圖 截圖了之後 就會到另外一個 同溫層的地方去散步說 你看韓粉就這麼不理性 這些韓粉大軍就是這樣子 韓粉一出寸草不生 很多都是這樣 就用這種方式去抹黑你 你希望去幫韓國瑜 爭取這樣的一個罵名的話 你就繼續做 那就表示你根本不是 韓國瑜的粉絲 你是要傷害韓國瑜的人 但是我也必須勸韓國瑜一點 就是我相信他昨天真的很生氣 所以他會講到窩囊 講到陰暗 我覺得這個都還OK 但是講到某一些器官的時候 就不太好 我覺得這個東西要避免 尤其是你未來 可能會更上一層樓的 是要帶領一個國家的人 我覺得有一些 比如說有一些 跟性有關的詞彙 跟器官有關的詞彙 我覺得以後都要避免這些東西 因為我認得韓國瑜 這一年多以來 我覺得他是一個反應很快 然後邏輯思考很清楚 但是我覺得 因為他太常跟庶民大眾 在一起講話 所以有的時候他用詞其實太離俗了 我覺得在某一些公開的場合 用這麼離俗的語言 其實我覺得有的時候是不適當 這一點我也希望韓國瑜要再加強 是 而且其實說實在 他昨天其實好像忘了 他自己是在上網路直播 他還說你可以剪掉 但是其實人家已經直播出事了 對 就是太忙了 搞不清楚這個通告 是怎麼樣一回事 那昨天 對 他以為是在錄影 不過在昨天他在接受這個 山寨版的賴清德訪問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他在中間這一段 他就沒有笑容了 越講越生氣 而且是非常嚴肅的 我們來看看他怎麼樣來批 所謂的假韓粉 最近這個網路上這個網黑 已經變本加厲 這個網黑 你感覺他在黑別人的時候 做攻擊的時候 感覺這些網軍實隨之位 好像特別用一些激烈的文字 不入流的文字 甚至一些很惡劣的 不堪入耳的文字來攻擊 那這已經跟新聞自由 個人言論的表達 完全差異了 這是不對的 我再三到人呼籲 再三的拜託 始終控制不下來 所以使我不得不懷疑 真正支持韓國瑜的好朋友 他們是一定了解愛與包容 不會用這種激烈文字 那現在你看這一連串的 這些惡劣的這些網軍 就是一句話假韓粉 用支持韓國瑜的名譽 去攻擊不同意見的人 這怎麼可以 李彥秋 唐湘龍 黃光琴 羅志強 甚至趙少康 這種攻擊下去 根本就不再幫韓國瑜 是害韓國瑜 只是他變成假想敵中隊 偽裝起來 你覺得下個路有信心嗎 對 我非常有信心 因為我們大概這個路的 每一條都嚴格的監督 然後有的時候是24小時啊 都有監看的 然後路面要求的標準 也一定要照施工的標準 AC大概有10公分 集配大概有20公分左右 都是最標準的 所有的這個一切都是要求 整個規定的 這個高品質來 把一條一條的路修起來 但是我們眼睛看得到是坑洞 眼睛看不見的 香含的破洞 那個才是一個路面的殺手 所以這方面我們也非常重視 好不好 那如果真的有出現洞的話 你現在有一個人是 SOP就是可以自己的運動 我們會抓緊這些方面的工作 好吧 希望高雄市民朋友能夠在今年 七八月這個訊息來臨的時候 大家都能夠一切平平安安 我們市政府會盡量來做 好不好 市長那個1999的路平明日還是第一名 那沒關係 其實有這些聲音出來 對市政府是好事 我們來面對問題來解決 所以市民朋友如果覺得 所有的周遭有什麼 需要反應意見的話 可以大量來運用我們1999專線 好不好 市長這個問題 你同意測試陳雪敏總統嗎 現在問題怎麼一下從路平到特色 這個跨度很大 我覺得講得很清楚啦 像身為政治人物 這種貪污的案件 我想台灣人民非常善良 台灣人民非常善良 也很厚道 但是對於這種重大的貪污 台灣人民是沒有辦法忍受的 所以我個人 是反對特色的 市長你知道目前為止 現在我們已經總共鋪了多少條道 那66條吧 那你知道多少嗎 這個滿滿 你先變議員囉 好多啊 來 市長那時候拆除中國橋 然後吹流量比較大 有沒有可能低沙化 我們來試 檢討一下好不好 來解決方案好不好 今天我們起碼讓陳金路德偷偷 你看民眾每一個都 滿臉都掛著笑容 他們等了很多年了 好不好 你看我們的居民朋友 好不好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美女朋友 謝謝大家 辛苦了 感謝各位 那麼我們今天的主題 這下部橋 好 觀眾朋友 突然跳接到這一段 這個是現場的即時訪問 那麼韓市長在剛才 回答的都是有關於 市政方面的問題 那麼雖然說大家對於陸屏 還是民怨四起 但是他說沒有關係 一一會解決的 但是剛才唯一有問到一個 就是有關於阿扁貪污 是不是要特赦 這件事情他說 他還是很反對 這是在剛才我們看到 幾個訪問的重點 不過再話說回來 在剛才我們談到的就是 韓國瑜在今天早上的時候 當他在高雄市議會那邊 被記者圍著訪問 問他有關於這個假韓粉 他昨天話怎麼說那麼重的時候 他也再度的解釋 他提出了他的看法 那麼他希望大家 還是要理性一些 的確大家來想想看 如果今天你是真韓粉的話 你希望幫韓市長增加的是什麼 增加的是朋友 而不應該是敵人 但如果說在今天 不斷的在留言 然後在那邊批評 然後針對批評韓國瑜的人 你也批評 然後批評的更兇 那要請問的是 你情緒發洩 但是發洩完了之後 是不是幫韓國瑜增加了更多的敵人呢 這是所謂的真韓粉該做的事情嗎 大家可以好好的思考一下 來請教一下惠玲 其實我覺得 我其實昨天也很想在臉書上發表 就是說你真的在幫韓國瑜 如果你真的 你真的非常喜歡韓國瑜 那就不要幫韓國瑜製造敵人 我們不排除 這裡面很多網友 是真的很喜歡韓國瑜的 但是有更多更多的 1450潛藏在裡面 你知道嗎 秀琴現在1450已經進化版了 他們已經非常的厲害 知道說在這個鍋的版面 就假裝韓粉去供 在韓的版面就假裝鍋粉來供 所以就變成一個整個藍營 一個四分五裂的情況已經出現 我昨天就講 我說有些媒體人 很多人覺得說 是因為這個鍋才大氣粗 所以國瑜出現以後就轉向了 也許有些媒體人是這樣 但是有些人的想法就是覺得說 如果有一個人出來 又不用讓韓國瑜很為難 從高雄離開來中央選 又可以贏這場大選 可以贏柯文哲 可以贏民進黨派出來的參選 有什麼不好 至少我聽過的一些講法就這樣 所以這些媒體人不見得說是因為 看了對方這個財大氣粗 或者是說被收買了 因為媒體人的本分 他就是會做一些評論 所有的人都是人 他不是神 即便是韓市長 他也是人 所以就他們自己看的一些角度 來評論的時候 我是覺得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當然他們很心疼他 因為認為說一路以來 好像這個黨中央就是覺得 認為 他們認為 國民黨中央好像隨時就是 把他選舉的時候 把他衝高選票 然後選完以後就請你回歸原位 所以他們就覺得 對韓市長的遭遇心生不平之名 是這樣子 但是我覺得大家還是克制 自己的情緒 我昨天本來有一篇文章 我是完全沒有具名 沒有寫說韓粉 沒有寫說 我只是說 如果你們真的愛他的話 在言辭上不要做辛辣的攻擊 你講道理就像韓兵講 講道理是沒有問題的 你跟他看法不同 你當然可以幫韓市長講說 他是因為怎麼樣 因為怎麼樣 所以講出了一些什麼話 但是你如果用非常激烈 非常辛辣的攻擊 然後做整個人格摧毀式的 一些謾罵 我覺得這樣就幫韓市長 輸了很多敵人 這是何必 反而本來這個人可能他會 他後來也可能會轉回來 再支持韓市長 如果他看未來的民調 或者是他看郭董的一些表現 最後覺得他可能不是那麼適合 擔任國民黨的候選的時候 他可能會再回頭 那你現在去先把他罵了一個 一文不值 人家以後心理上 可能就不會那麼願意 再回來幫韓市長講話 所以我覺得這是所有的好朋友 要想到這一點 現在罵得很痛快 可是你很有可能上了1450的檔 被他導引 然後幫韓國瑜製造了更多的敵人 是 結果你那篇應該很多讚吧 沒有 我後來撤文了 因為簡單的來講就是 我沒有指名道姓 我也沒有講誰的名字 可是還是有很多朋友 他的反應是比較激烈的 他覺得你不公平 為什麼媒體人就可以隨便亂講 我們就不可以去批評他 我說你誤會我的意思 我純粹是一片好心 既然解釋不清楚 又這麼多留言 乾脆我就不要發酸了 因為我省得好心變得鋁肝費 都說你是媒體人 所以你幫媒體人講話 不是這個樣子 是 好 所以我們看到 這個韓市長 所以他當然就難免動氣了 休息會進行網告 我們馬上回來 黑韓 假韓粉 要攻擊誰呢 現在看到就是在攻擊韓國瑜 甚至是他身邊周遭的人 不要說是韓國瑜自己 他的家人之外 甚至是他想要用的人 他覺得是夠專業的人 可以好好來幫人民服務的人 通通不准來 現在我們看到就是一個 活生生的例子出來了 這就是之前 這個韓國瑜他非常賞識的 高雄港區土地開發公司 總經理程建騰 他要用它是因為他過去苦讀 苦學半工半讀 念完大學 而且做過很多很辛苦的事情 吃得了苦 包括捆工 菜飯 這些事情他都做過 但是偏偏你看綠營的議員們 過去到現在一直不斷的攻擊挑戰 說這根本就是他的家成 家成怎麼可以變成高官呢 韓國瑜非常的不解說 人家吃得了苦 就不能夠給一個 非常苦讀出來的年輕人 力爭上游的機會嗎 就讓他做做看 不行嗎 但是偏偏人家說就是不行 結果現在看到陳建騰 他也說那我還是算了 我不但是不要當這個總經理 我連董事都辭掉 那麼韓國瑜也感到非常的無奈 在今天他也回應了這件事 我們很希望這個港口的這個土地的開發 能夠在公平公正 最符合高雄市民的利益之下 能夠來做好規劃 所以這個總經理一定要有抗拒壓力的 這樣子一個心裡面的心性 否則咧 太多的誘惑 太多的壓力 各種複雜的社會力量可能都會進來 所以這個總經理非常的重要 但陳建騰先生覺得 他一腔的熱血服務的心情 已經受到影響了 現在他說政治人他不想做 所以他昨天跟我辭職 他說他怎麼樣他都不要做 連抖吃他都吃掉 到最後講了沒有辦法 我就予以尊重 好 韓國瑜在今天回應記者的時候 他是提到說是陳建騰 他自己本身感受到了壓力 他不想要捲入政治 但是在今天稍早的時候 他在議會 那麼民進黨的議員 也是一次排開的 問到了這件事情 還說市長 你什麼時候知道說他不要做了 結果這個韓市長 當然他也一一的回答之外 他也談到 不僅僅是陳建騰自己 有感受到那壓力 其實陳建騰他也是有父親母親的 他的家人也為他擔心 所以他仔細思考了之後 就決定不做了 問題是 來 美亞議員 人都還沒有上來 不給他一個機會 是不是認用了再說 不好再把他換掉 可是現在都還沒有給他這個機會 就說不准他來 這樣有道理嗎 真的是太過分了 我覺得運行講得非常的好 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其實他的現在所學 跟這個土地開發公司 是有相關聯的 所以應該算是有這樣的一個專業 並且韓市長他也講了 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他其實一直以來 就是靠自己這樣子辦公辦讀 然後是非常勤奮上學的 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所以為什麼不能給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一個機會 你應該讓他做看看 如果說他在表現上 確實不如這個土地開發公司 這樣的一個專業的話 我們在針對能力的部分 再來質疑 我覺得或許會好一點 但是我們看到民進黨是怎麼樣 只要這個人選 他覺得有他不合他的意了 他就馬上鋪天蓋地 抹黑 然後抹紅 然後反正就是什麼話都來了 一般正常的家庭 就算有滿腔的熱血 想要報效國家 報效這個社會 為這個社會做一個事情的話 我相信一般的人 他們的父母親一看到說 自己的孩子 好好的一個孩子 好好的一個很有 向上的這樣的一個年輕人 但是卻被抹黑成這樣的一個程度 父母親都會擔心 這個上任以後 可能就是炮火連連 沒有一天的安寧日 我們就要質疑 為什麼民進黨 你就是這樣兩套標準的 在對待台灣的這樣的 所有的政府的人事案 李靖勇 他的民進黨色彩這麼濃厚 中選會主委是要需要一個 中立的角色來擔任的 你們這些出來質疑 韓國瑜市長用人的這些人 你有沒有跳出來質疑 國家的一個政務的機關 為什麼可以塞你們民進黨的人 這個是對台灣的人民有交代嗎 我覺得你們真正大是大非 都沒有去關注 你只會從這些小鼻子小眼睛的 去針對一個有為的年輕人 去做抹黑 我覺得這是非常可怕的一個事情 因為這會導致一個寒蟬的效應 未來任何有心 要為高雄這塊土地做事的人 他都會因為害怕民進黨 會鋪天蓋地 鋪殺式的這樣子 不斷的抹黑 有哪一個有為的年輕人 會願意來為高雄這塊土地做事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當你們要去抹黑別人說 人家是用家成 然後來當什麼政務官等等之類的時候 請你們先摸摸你們自己的良心 你們有多少的用人 你們組成了多少的選舉敗選之後 你們安插了多少職位給這些人 真正酬庸的是你們民進黨 你們為什麼不對台灣的人民做個交代 而真正有心他學有專長 要為高雄然後一起來打拼的人 你們卻要這樣子來撲殺他們 我覺得這是非常非常不公平的 今天如果我們不站出來 譴責你們這樣的行為 我覺得這個對台灣 未來的民主發展 是一個非常惡劣的示範 所以我這邊也特別要講一下 剛剛惠玲也有講 就說有一些人 他會假戒他好像是韓粉 然後也來黑你 然後可能有一些人 他們也假戒外表包裝起來 好像是一個韓粉的樣子 但是去四處去攻擊對方 你想想看 如果這些人真的是韓粉 我們的好朋友 會為了我們到處去罵人嗎 這是無法想像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講 如果今天這些人 自稱為說是我們的好朋友 這些好朋友應該是要去 為我們廣結善緣的人 他怎麼可能會到處去罵人 然後幫我們來劫怨 因為未來這些苦果都是誰要來承受 還是韓國瑜市長要承受 所以當你們打著 所謂的韓粉這樣的一個招牌的時候 然後但是你們卻是用一種抹黑 然後謾罵 我覺得這個很多都有可能 是1450所扮演的 所以我們奉勸 民進黨的這些人士 你們在做所有的這些評論的時候 第一個 當你要透過你們的系統 在做發表的時候 你要注意你有沒有兩套標準 民進黨人士 你有沒有兩套標準 那麼這些躲在 陰暗角色的這些人 1450們 當你們假冒著韓粉這樣的角色 去做很多人的這些抹黑謾罵 然後製造韓市長的敵人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都在看 沒有一個真正的韓粉 會為韓市長去製造敵人 而且我們所認識看到的韓粉 真的都是愛與包容 都是尊重韓市長 而且是為韓市長廣結善緣的人 是 回過頭來講 這個土地開發總經理 這個其實還是想一直在強調 他說其實官有兩種 一種是比較偏文廠 一種是比較偏無廠的 那麼土地開發公司總經理 這個職務其實是要比較偏向無廠的 他必須要能夠怎麼樣 他要能夠承受得了很多的壓力 尤其是必須要能夠經得起誘惑 在他的眼中 他認為陳建騰是一個可以用的人 所以他才會把他放到這個位置上面 但是很顯然的這個綠營就是覺得不行 這個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是他們的人 所以就覺得 不認識 不要用 不可以用 不認識 跟他不熟 不知道怎麼溝通 但是我們就在想 如果陳建騰他還沒有上任 你都說不行 然後非表人要逼走的話 指責 我們就想想看 過去綠營用人裡面 好幾個例子 比方說大家記得吳英寧 吳英寧是上來了以後 大家一直好像不太適任 然後做出了很多很多事情 然後一直就被質疑 一直被批評 結果怎麼樣 一直不走 當然後來還是離開了 但是後來我們看到就是 一直是打死不退 還撐得滿久的 另外還有個口義哥 你還記得嗎 對不對 當然記得 也沒有經過程序 考試的程序 對不對 然後就還是繼續 他好像還是在那邊 還坐在那個位置上 也還是沒走 所以這不是兩套標準是什麼 所以當民進黨在質疑 陳建騰這個人事案的時候 我就覺得民進黨 不會覺得羞羞臉 不會覺得不好意思嗎 好像不會 你們整個政府裡面 有多少個加成 小英基金會裡面 有多少人現在在政府 各個單位裡面 是不是 吳英寧以前是小英基金會出來了 要來講口義哥也是 現在有人批評說 陳建騰去擔任 土地開發總經理是三級跳 請問這口義哥 口義哥他幾級跳 他可能是30級跳 他現在去到 我們駐美代表處 政治組的組長 那個位置如果是一般的外交官 考試進去的話 大概要二 三十年 才能坐到那個位置 口義哥他到這個什麼 到政府機關服務多久 有沒有三年 馬上就做了政治組的組長 但是做噴射機了 對 所以你怎麼好意思 是批評人家這個事情 再說土地開發最重要是什麼 他牽涉到很大的利益 所以說這個位置一定要怎麼樣 抗拒誘惑 然後承擔壓力 坦白講這個位置 當然韓市長他認為 陳建騰他適合 因為他觀察他很久 你說坦白講說是加成 我也不想去反駁 我說因為的確他有很長的 工作之力 比如說到北農去 是跟著韓市長 可是因為韓市長近身觀察 覺得這個人品 操守都可以 他來坐這個位置 何嘗不可 如果這些民進黨 不管是市議員或外界 就是說是要用專業能力 來檢驗這個職務 我覺得如果是這種心態 我某種程度可以接受 可是問題是他們不是用這個標準 他們真的標準就是因為 韓國瑜這個什麼身邊的人 或說韓國瑜用的人 他們就是不爽 就是不滿意 所以什麼硬給他扣帽子 說什麼他這個什麼 沒有相關能力 然後又是加成等等 所以你剛剛光扣上加成 故意的 那就先給你抹黑 坦白講就算整件的未來 可能他本來有機會 去表現得很好 現在進去都沒辦法進去 他怎麼去證明 完全沒有辦法證明 所以說 我覺得民進黨真的要想想 就是說你要批評這個事情 先看看自己 整個政府內閣裡面 或者說高雄以前陳群 用了多少自己的加成 這些一些副市長都是 應該更多 對 而且還是新潮流系的加成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真的 這個真的自己要先檢驗 過了自己那一關再說 當然最後那個韓粉事情 我稍微講一下 我覺得當然在網路裡面 現在包含很多的假韓粉 會去批判 其實說真的 有一些真韓粉 他也會去批判 也會做一些比較不理性 這是實在話 但我要呼籲的就是說 不管你是真韓粉或假韓粉 如果你能遵守 這個韓國瑜市長 他需要的愛與包容這個原則 那你就是好韓粉 所以說我是覺得就是說 當然這個假韓粉很不可取 可是即便是真韓粉 你都要維持這個什麼理性 尤其剛才這個韓濱 不然真的會被當成假韓粉 對 就算真的變成假的 對不對 所以最重要是要做一個好韓粉 那怎麼做一個好韓粉 剛剛韓濱哥有講 他說怎麼樣 如果你要幫韓國瑜的話 你要幫他理性辯護 我舉個例子 上禮拜 蘇貞昌不是在講說 韓國瑜都不去參加院會嗎 對 我就出來辯護了 那怎麼變不飽了 我去找過去陳菊 去參加行政院院會 41次只參加過3次 一成都不到 對不對 那不是出息率更低嗎 所以說 我意思說 如果你要幫忙韓國瑜 用比較理性的 然後比較健康的方式 你這樣才是幫他加分 否則的話你幫不了他 反而還害了他 我想這絕對不會是 所有韓粉的初衷 可是會不會因為你的 這樣的失誤 或者說你這樣的歪樓 而間接造成的傷害 這個是要大家多想一想 我最後一句話 韓國瑜曾經說過 多一個朋友就多一條路子 就多一些機會 所以說這些韓粉 這個不管是真的假的 不要再製造敵人了 幫韓國瑜多製造一些朋友 韓國瑜就會多一些機會 能多為中華民國 或為高雄市民多做一些事 的確 所以回到用人的哲學裡面 其實大家看看 高雄市長今天要用一個人 他自己本身身為市長 他有一個任用權 斯剛你在議會你也知道 議員們他們當然就是有什麼 監督質詢的權利對不對 所以今天這個人 如果讓他上任了 然後就看他的表現 他不適任的時候 你可以在議會裡面去炮轟他 把他轟下台 或者是說如果真的有什麼 不適任的人 或者像韓市長講的 那個職務一不小心 說不定就會涉貪 如果這樣子的話 你們就到時候再大做文章 對不對 那何必非要把這個人逼走 這就是為了選舉造勢 為了要凸顯說 韓國瑜好像用了自己 比較信任的人 去做這樣的位置 然後就把他趕下來 有點錯韓國瑜的銳氣 特別是在現在很多的民調當中 韓都在主於領先的地位 這樣子錯他的銳氣的方式 可以想辦法把他的民調 往下拉一點 我覺得是民進黨 幾個大戰略裡面 去做的事情 然後凸顯說韓國瑜 好像用人好像不明 用自己的親信 但是第一個 這個事情 這個工作 我認為找一個跟當地 沒有利害關係的人來做 也許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 因為他設到各方的土地利益 你看看從國家 從這內政部 葉世文大家最明白了吧 牽涉到多少土地利益 然後坐牢判刑的 連累到長官的 這些都是 算是這個官場的首手 官場的這個熟面口 完全瞭解一些 上上下下的事情 這類的人做這樣的事情 很容易找到他的缺口 去為了自己磨私利 OK 找一個完全清白的人 對當地土地資源 當地的利害關係沒有的人 他說做事 說不定可以秉公處理 他可以瞭解到說 這個牽涉到很大的利益 而且會保護他的老闆 因為這牽涉到利益的事情 你看葉世文出事 是不是連累當時的吳志陽 在選舉裡面被拿出來 一而再再而散 拿了這些題材 導致吳志陽後來都落選 這個都是很多原因之一 所以你去處理這些 重大利益的人 一般來說老闆都會用自己 通過自己檢驗的人 了解說這個人在面臨到 很多利益壓力 面臨到金錢壓力 各方壓力的時候 他有能力去折衝 有能力不讓自己 赤入裡面 萬一出現了一些 貪腐的情況 然後也知道說 怎麼樣事情來保護老闆 保護高雄市的利益 所以我覺得這樣的任用方式 坦白說 你可以讓他做幾個月 如果民進黨聰明的話 養著他 然後每個禮拜來臨遲他 問他幾個問題 甚至可以找他出來 他可能變成什麼 最佳助選員對不對 所以我找到之後 我順便問他一個問題 萬一他答不出來 就可以大做文章 記不記得以前民進黨問過 當時的陸委會主委 把中共的一些高官的照片 亮出來說 你知道誰是誰 答不出來就害羞的 羞辱的是那個陸委會主委 所以聰明一點 應該把他養著 然後常常的去抓出來 做一些凌遲的動作 然後萬一出現一些 小毛病的時候 來做擴大的一些解釋 擴大的發展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這樣做 大概就是會錯銳器 但是韓國瑜這樣的用人 坦白說我不覺得他有什麼錯 有錯的話你就等 等他做三個月半年之後 真有出事了 真有做不好了 有犯官間了 他就可能 才有出錯的可能性 所以更何況 我們的市長選出來的時候 他有用人權 用人權 你看民進黨 過去二 三十年在高雄 用一個人 國民黨好像從來沒講什麼話 國民黨議會的黨團 好像也沒有說 在剛開始任用之初 就做這樣一個無情的批判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大概就是政治高於一切 我們用人會針對說他到底 針對這個業務執行有沒有不利 我們會針對這個事情下去炮轟 但是我們不會去說 你用的這個人 你是不是疑似自己的加成什麼的 我覺得重點是說 你要先讓他上任 然後看他的能力如何 如果真的做得不行 就是要炮轟對不對 要針對這個部分 留在那邊 讓他一直看他出糗 出錯 這樣子的話 可能只會讓韓國瑜 一直不斷地失分 對不對 過去我們也看過 民進黨不是也有一些 就用了什麼什麼什麼官 然後就被大家說 他變成最佳助選員了 我再講一點 看以前民進黨用自己的助理 羅恩嘉 到時候說民進黨多棒 都用自己的人 然後訓練這個年輕人 讓他接班 但反過來 韓國瑜 國民黨用了 自己比較熟悉 通通過考驗的人 而且還是苦毒出身的人 對 但是媒體 還有這個敵對政黨 就用這樣的方式去凌持他 我倒覺得實在是一個 兩套標準 是 所以只為了選舉的利益嗎 然後忽略了人民的感受嗎 等一下回來 我們還會有更多的討論 不論是韓黑還是假 韓粉 現在看到他們的動作都平平 不僅僅是要去攻擊韓國瑜 還有他的家人名嘴們 或甚至是連韓國瑜要用的人 都不肯讓他上任之外 另外我們看到對手陣營 現在對韓國瑜的攻擊也不少 那麼之外在黨內自己本身 大家是不是也有人在暗示的卡韓呢 比方說 現在大家再看 大佬們 大佬們到底心向誰 今天有一個活動 松山慈慧堂他們的一年一度 一個保民繞進嘉年皇 看到藍綠天王大咖們都來了 那麼宗教盛世 好像大家一定非要與神同行不可 包括馬英九 朱立倫 蔡英文等等 你看大家通通都來忙著來拜媽祖 不過你看郭董 你看他手上抱著這個是什麼 這是媽祖的神像 原來他這一趟華府之行 是抱著媽祖神像來搭乘他的私人專機的 是不是伍佰的伍佛比 所以這樣子的話 這個總統大陸可以更加的順遂 這個是代表什麼樣的含義哪裡 我覺得宗教信仰 當然對很多人來講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知道 像郭董他很明確 之前他說他身在媽祖廟裡頭 然後他也很崇拜關公 關聖帝君 所以他這一次去華府 還特別坐飛機在一個媽祖 我就覺得也滿有趣的 滿可愛 之前都沒看過 對 我就覺得如果 郭董我覺得如果在戲劇化一點 他直接抱著媽祖走進白宮 我覺得那個感覺更有趣 我就覺得滿好玩的 當然可能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他不是那麼方便 隨便就可以把東西帶進去 但是我是覺得宗教信仰 本身是OK的 所以像松山慈惠堂這個事情 他一年一度 都是一個很盛大的東西 不然因為松山那一帶 大家都會去 所以過去本來很多政治人物 也都會去 現在有選舉 尤其今年選舉 又是特別奇特的一年 所以我相信大家更會爭取 這種曝光的機會 所以你看包括馬英九 前總統也去了 蔡英文總統也去了 我相信其他的政治人 無無大大笑笑也都會去 因為這是一個爭取自己曝光 然後又讓民眾覺得 你更貼近他的生活的 這個一個機會 那就好像之前不是 當時大甲罵 大甲鄭蘭宮那一天 那一天幾乎所有要參選總統人 全部都去了 全言到旗 對 全部都去了 然後大家也在那邊 比紳士 比場面 比各種樣子 我覺得這個是 很正常的一個狀況 也不要說 像有的人我就覺得很奇怪 就是說覺得好像 信本土宗教 有的人就會覺得比較柔 或者信國外的宗教 人家就覺得比較 看起來好像比較高尚 我是覺得都一樣 在我看來都是一樣 因為宗教信仰 只要他都教你向善 我覺得這都是OK的 但是我必須強調一點就是 不管你跟神明之間 有任何默契 或是你的信仰是如何 可是那個跟民主選舉 本身是沒有關係的 我必須講 也許某一個神明 跟你承諾了什麼 也許某一個神明 告訴你要去做什麼事情 但是不好意思 民眾還是有民眾自己的選擇 我覺得那個才是比較重要的 我也希望所有的選民 大家去看 就是哪一些政治人物 是只是說 因為這是一個場合 我們必須要去 所以大家去參觀 還是哪一些政治人物 是真正信仰這個東西的 我覺得這個都會有差 像柯文哲那天 帶了震南宮那個 他就很好玩 他之前 就是之前他要選 台北市長的時候 他去過一次 然後後來這四年 他就沒再去過 這一次他好像重新有機會 要選總統了 他又跑去了 他跑去 要選的才會去 對 他自己是醫生 結果你自己是醫生 他自己後來不是說 走路走道 他可能那些身體狀況不太好 走到那個尿都變黑色了 然後他就說 他體力好像有點不行 再來講一個醫生 體力不行的話 你應該要趕快休息 結果不是 他繼續騎腳踏車 用腳踏車繞境 第一個我覺得很扯 好像從來沒人這樣幹 然後第二個我必須說 這個就讓我覺得有點故意 什麼故意你知道 你自己本身是醫生 你醫生最應該知道 當你的身體出現這種警訓的時候 你要趕快休息 要趕快讓身體恢復正常 而不是繼續硬撐 等於你自己本身又是一個名醫 你等於是給全台灣人 做一個最壞的示範 我個人是這樣認為 所以 對 也許在柯文哲認為說 這樣子可以讓人家 看到他的毅力 會讓人家覺得說他很虔誠 抱歉我一點都不覺得 我會覺得你是四年才來蹭一次 還蹭得很難看 這我的看法就變成這個樣子 同樣的我覺得信仰 只要你是虔誠的信都好 但如果你只是來蹭一蹭 過來就忘了 我相信這些信徒 也會很明顯的知道 因為這些信徒 你們是幾年或是 或是比較重大日子才來蹭一下 這些信徒平常 他們是每天跟這些宮廟在一起的 每天跟他們有互相的互動 他一定會知道哪一個 政治人物真正有在關心他們 哪一個政治人物只是 只是來問導遊的 所以我覺得這種都是 沒有什麼太大意義的東西 我覺得大家 不用再去太介意這個東西 我相信民眾的眼睛都是血亮 是 大家真的看看這些 想要參選總統教族 總統大位的幾個大咖們 他們好像對於神明 特別特別的尊重 尤其要出來選 像剛剛還沒有講 要出來選的 這些活動 參加的都比較頻繁一點 每場必到 甚至我們看到 連之前這個王金平 大家在看映圓桌論壇的時候 不是大咖們都到齊了嗎 怎麼就是獨缺他一人呢 他那時候提出來的這個理由 不就是因為他要在南投 參加一個神明的 一個什麼祝壽典禮嗎 真的聲明好重要 休息一會 我們馬上回來